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1月的一个清晨 贵州省六支特区的一个酒店外 一群人将各种装满了绳索 灯具食物等物品的包裹堆上货车 随后这辆货车驶入了几十千米外的老王 直到黄昆时分 这些人才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位于老王山海拔一千五百米左右的一个村寨面 在这里他们搭起帐篷 支起炉灶 一个野外营地就此落成 这些人为什么要在山中扎营 他们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国庆特别节目江山多礁 一月的老王山里天气阴晴不定 时而细雨绵绵 你看时而又雪花飘飘 这样的天气显然不适合旅游 那么那些安营扎寨的人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节 深入到老王山里呢 我要告诉您啊 这不是来旅游的 这是一支专业的户外探险队 他们此行的目的呢 是要对隐藏在老王山里的一个树井展开考察 我说的这个树井可不是人工开枣的 而是天然的 属于喀斯特地貌 也就是盐蓉地貌里的一类 目前中国已知的最深的天然树井 是我国贵州省六盘水市的白羽洞 有多深呢 有424米深 这是个什么概念啊 如果啊 您去过上海知道那个金茂大厦吧 那个金茂大厦的高度是420.5米 也就是说啊 如果把这个金茂大厦 放到贵州的这个白羽洞里 它都露不出头来 还差好几米呢 而此次啊 来到老王山里的这支探险队啊 他们将要考察的这个树井呢 深度也超过了380米 说到这儿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无论是六盘水的白羽洞 还是六支特区的老王山树井 他们你看都位于贵州省 而科学家们也发现呢 在贵州省 你像天坑啊 树井 融洞多得数不胜数 那么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科学研究发现 中国广西西北部 贵州中部及南部 以及云南东部 是我国喀斯特地貌 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 总面积超过55万平方千米 其中贵州省内的 喀斯特地貌面积 接近全省面积的70% 广布在这一区域内的石灰岩山体 在风雨的雕琢下 形成了以紫云阁乌河川洞 平塘天坑群 六盘水白雨洞等 为代表的喀斯特景观群 其分布之广泛 成因之复杂 景观类型之多样 为世人所主目 而在地质学家们眼中 贵州省的喀斯特地貌区 是世界上当之不愧的 严隆国物馆 科学家们 按照主体地貌类型 区域性 连片性分布的原则 把分布在贵州的 喀斯特地貌区域 划分成了这么几个部分 您来看 您看 分别是 前中 前西南 喀斯特丰林区 还有前南 前西北 喀斯特丰丛区 以及前北 前东北 喀斯特丘丛丛丛区 您看 我这么一划分 您就能看出来 喀斯特区域的面积 跟这个整个贵州省的 总面积的比例来了 是吧 就在贵州省的中部 到东南部的这片 喀斯特区域里 横跟着一条 东西走向的山脉 这条山脉 它跟这个秦岭 阴山 天山 像太行山这些中国著名的山脉 比起来 确实有点不起眼 但是 它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条山脉 是咱们中国唯一一条 以少数民族的名字 命名的山脉 这条山脉 就是苗岭 苗岭 西起六支特区 东达锦庭 北界贵阳 南处渤山 如一条巨龙般 横跟于贵州东南部 因苗祖大量在此聚居 而得名苗岭 这里群山微果 雷公山 老王山 云木山 是苗祖百姓心目中的三大神山 这里气候湿润 降雨丰沛 茂密的林木 为灰色的山岩 披上了绿色的外衣 这里河流众多 山北之河流入滚滚长江 山南之川 汇入滔滔珠江 充足的水源 丰富的物场 养育着生活在这里的百姓 以苗祖杯代表的少数民族 在这里世代安静 为这一片山岭 增添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和多彩的民族习俗 也为这里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 施丙县位于贵州省中东部 这里有一座当地苗祖百姓心目中的神山 云台山 相传 在云台山上 生长着一种神奇的发光植物 月亮树 那封月圆之夜 月亮树便会灵光闪动 发出幽幽蓝光 像一个老虎那些 那些眼睛 露音露音的 很吓人的 刚开始还是觉得很神奇的 还很害怕 最后还觉得很神奇 然而 神奇的月亮树 生长在陡峭的崖壁之上 那里山高路线 人际罕至 许多目击者 只是远远发现过亮光 谁也没有近距离看到过真实的模样 那么 神秘的月亮树 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 它又为何会发光呢 除了有关月亮树的谜题 专家王恒松 还发现了另一个 让他一时无法解释的问题 施禀地区广泛分布着 喀斯特山体 干旱 少土 覆盖 是岩绒环境的基本特征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甚至还会出现石墨化自然灾害 可施禀地区的景象 却完全不同 这里植被茂密 翠绿葱龙 高大挺拔的树木 遍布山间峡谷 仿佛是喀斯特地貌区的 一个另类 由石灰岩形成的 喀斯特地貌 往往会诞生出 石林 风丛 溶洞 天坑 这些壮观的美景 但是广泛分布着 喀斯特地貌的区域 存在着一个普遍的现象 叫喀斯特石墨化 说白了 就是由石头组成的荒漠一样的地区 说到这儿 您可能要问了 那不就是戈壁滩吗 还真不一样 不是一码事 戈壁啊 它也称栗木 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地区 它是在强大风力吹石的作用下 细沙和粉尘被吹走了 地面上留下的都是 大大小小不等的 粗沙立石形成的荒漠 而石墨化呢 是地表几乎完全被石头 或者裸露的岩石所覆盖 是没有杀的荒漠 其成因很简单 石灰岩大家都知道 它容易被水溶石 流不入水 它风化以后 又难以形成土壤 而且石灰岩的主要成分 就是碳酸钙 就算它风化形成了土壤 钙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干旱 少土 覆盖 这三个因素啊 单拿出哪个来都不利于植物的生长 您就更甭说这三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了 所以说啊 咱们一般看到的喀斯特景观呢 往往都是岩石裸露植被稀疏 你像云南那个石林就是最为典型的 可是您看这云台山了没有 这儿的植物多茂密啊 这就说明云台山这片喀斯特地区啊 它一定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可是这不同究竟在哪呢 通过水质检测 专家王恒松发现了一丝端泥 施丙地区的水质 与我国其他喀斯特地区相比 钙离子的含量明显偏低 我们在其他地方 钙离子是每毫升70毫克 每升70毫克 那么每离子是每升30毫克 相差也就是相当于 就是百分之百当中 钙占百分之七十 我们在现在钙占百分之四十 这么换算 链就应该占百分之五十六 这么一个 简单的话说就是这么一个 就说明这个地方的链离子 比其他十毫元离子含量高 王教授说 塔斯特地区的水中 如果链离子含量较高 就说明岩石中 由碳酸钙链构成的白云石含量较多 当岩石中白云石含量 超过百分之五十时 地质上就把这种岩石称为白云岩 而这个结果很可能说明 施饼出现的是以白云岩为主体的 塔斯特地嘛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通过盐酸低定试验 王教授汉定 这些岩石不是常见的石灰岩 而是质地非常纯正的白云岩 经过大面积考察 科考组发现 施饼地区的白云岩喀斯特 达到了二百八十多平方千米 其面积之大 地貌景观之丰富 在世界上都非常罕见 在世界来说呢 同纬度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这么一个地貌形态 王教授说 与石灰岩相比 白云岩岩性更脆 受到侵蚀容易崩塌 因此云台山山体非常陡峭 洞穴也相对较小 那么如此罕见的白云岩喀斯特 与茂密的菊背 有着怎样的关系 那神秘的月亮树 又隐身何处 无求龙蛇 究竟是怎样的神秘生物 绝壁之上 又铭刻着哪些地理信息 苗岭秘境 比例中国正在不出 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黑暗中的云台山 寒风瑟瑟 科考人员一路艰难穿行 一轮明月在不知不觉中 以高悬空中 就在这时 一名队员的手电光 不经意间照射到了一棵树的树叶 树叶反射出了微微的亮光 这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我们发现 这棵树的树叶宽大 额外翠绿 它本身并不发光 但在灯光的照射下 叶片会反射光线 为了便于观察 科考队员从树枝上 采下了几片样本 对对对 看一下 这个叶子 这有真是很妙 这个叶子是格子的 就是表面上有层蜡 那么在这个光线照射下 它反光 所以在外面 如果你从远处看的话 它会有点像那个 散散的那个 发亮发亮的 随行向导告诉我们 人们曾经看见的光 就出现在这一片区域 那么 这棵叶片会反光的树 极有可能是人们传说的月亮树 经过植物专家的辨证 这是一种名叫 华南厚皮香的桥木叶片 由于树叶表层非常油亮 容易反射光线 因此也叫亮光厚皮香 专家说 虽然白云盐相对于石灰盐 更容易风化成土壤 但这样的地区 植物的生存环境 依然十分艰难 为了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 华南厚皮香经过不断演化 在它的叶片表面 形成了一种油亮蜡质保护层 用于反射光线 降低水分蒸发量 这才使得它得以生存下来 当地人正是对这棵树 顽强求生精神的崇拜 才演绎出月亮树的神奇传说 关于白云盐喀斯特地区 比石灰盐喀斯特地区的植被 要茂密的原因 专家是这样解释的 说白云盐跟石灰盐 虽说类似 容易被水侵蚀 但是它比石灰盐 更容易风化成土壤 而且土壤当中的 这个钙含量也没有那么高 再加上施炳地区降雨充足 所以这里的植被 就相对的繁茂很多 其实施炳不仅仅有独特的 白云盐喀斯特景观 科学家还在云台山的 这个山上边发现了 带有寒武纪时期 古生物化石的这个 这叫碟层石 这也就使得云台山成为了云南 冒天山之外 另一个记载着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信息的地区了 也正是因为罕见的 白云盐喀斯特地貌 以及大量的古生物化石 让科学家们的目光 开始更多的关注 苗岭 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山脉 这一关注可不要紧 科学家们发现在苗岭 还有它的周边 有好多好多 值得探究的东西 平堂县 位于苗岭山脉南路 隶属于前南不一族 苗族自贼州 这里生活着不一族 苗族 毛南族等 二十多个少数民族 各民族在这片大山的世界中 和睦安详地居住了数百年 形成了平堂县 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气 相传 就在平堂县的山岭间 有一种似鱼飞鱼 似蛇飞蛇的奇异生物 当地人称作孤求龙蛇 据说 每当这种生物出现的时候 这一年 必定风条雨顺 五谷风灯 在平堂县城南部的一条山谷中 有一个依水而建的毛南族村寨 那里的百姓告诉我们 曾有村民在附近石针洞的暗河里 看到过乌求龙蛇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组一行进入了石针洞 在洞穴中行进了一个小时后 我们发现 一处岩壁顶端 出现了成千上万根石针状的岩石 地质专家王恒松教授说 眼前这片倒悬的石针状岩石 属于更加罕见的洞穴景观 往下涨的都是比较少 你看下到处都有了 这一片都是 眼前的洞穴沉积物 既不像石中主 也不像石棋火 专家王恒松说 他甚至无法在洞穴沉积物的分类中 找到能和这种景观对应的名称 那么这些奇特的洞穴景观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能否指引我们 找到地下暗河的线索呢 这个曾经估计啊 可能就是跟这个岩层有关 过去这个是海象城际 海象城际 对 王恒松教授推测 数万年前 这里曾是汪洋大海 岩层形成后 又经过了复杂的地质挤压作用 出现了密毒珠网 形似棋盘的裂器 这样旋垂而下的奇特洞穴景观的形成 又是否为水流沉积作用 所形成的呢 突然 在道石针所在眼顶的不远处 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水潭 水潭里是否会有我们要找的神秘生物 它又是否与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片旋垂而下的洞穴景观有所联系 王恒松教授简易 对水潭里的水进行检测 那么读出来的这结果呢 这是七十八 就说明在一生水里面含有 七十八毫克的这个钙离子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旋垂生长的奇特洞穴景观的形成 与潭水有关 那么潭水中应该留有 岩层中被溶解下来的大量的物质 水中的钙含量可能会达到数百 甚至上千毫克每升 然而测试得知 这里水的钙含量却只有每升七十八毫克 看来 奇异的洞穴景观 不完全是由水流融食形成的 通过对悬满石针的岩层进行考察 专家发现 整个岩层倾斜的角度非常特别 它这个 跟这一块这个岩层 它的这个角度有关 我们一般洞顶的岩层是水平的 而这一块洞顶呢 它岩层是倾斜度 有一定的倾斜度 这个有轻轻度 再加上上面有裂序 裂序的是水 沿着裂序 有往有高往低走 那么就沿着这个裂序呢 是从这样 往洞顶的往这个岩壁这个走 那么沿着这个裂序比较融 比较软的地方就被融死掉了 就出现了这些坑坑洼洼的 就形成像一个道石牙 王恒松分析 道石针所在的这块岩石 在地质运动作用下 先是产生了秘如猪王的结理 此后在海洋环境下 一部分其他的微粒物质 沉积在了这些石缝之中 后来地壳龙生 山体形成 岩层构成了一定的倾斜角度 硫素势中的水流 在流经这些倾斜的岩层时 将裂系中的非碳酸钙物质 融实带走 最终形成了 这些规模壮观的 道石针景观 专家告诉我们 洞穴中流经此倾斜岩石的 水流势中 以及这块岩石 倾斜角度的独特性 是形成如此奇异 玄垂岩石的原因 那么在这种特殊的洞穴里 人们曾经看到的乌球龙蛇 到底是什么样的生物呢 考察队绕过水潭 继续行进 试图寻找地下暗河的身影 脚下很滑 来吧 忽然 旁边岩石上的一个身影 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 一条长约八十多厘米 空体发黑 头部为暗红色的蛇 正不停地一边吐着杏子 一边向队员们慢慢爬来 这会不会就是队员们苦苦寻找的 乌球龙蛇呢 然而专家在仔细观察后 却告诉我们 这条蛇学名叫做 锈炼复炼蛇 它最明显的特征 是在颈背两侧 各有一块黄褐色的色斑 这种蛇在亚洲分布很广 以小鱼小虾两侧动物为食 因此专家推测 这种蛇虽然拥有黑色的外表 和学居的习性 但很可能并不是考察队 要寻找的乌球龙蛇 专家建议我们 不要惊扰这条蛇的自然生存状态 于是考察小组继续向洞穴深处行进 随着队员们行进的脚步 洞穴内越来越潮湿 大大小小的水蛙 开始出现在前行的道路上 水不停地从岩壁向下滴过 继续前行了大约二百米 顺着水流 我们竟然看到了天光 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接近了洞穴的出口 带着好奇 队员们继续前行 走出洞外 大家发现 一道秀丽的水帘 斜衣在不远处的崖壁之上 就在瀑布以下的河道中 两位老乡正在张王捕鱼 在得知我们要寻找乌球龙蛇后 他们表示愿意与我们一同寻找 传行不久 我们发现 在一个高约四十米的溶洞前 一条支流注入河水中后 冲出了一个深潭 河水的颜色也从翠绿变成了碧蓝 向导告诉考察队员 这一带就是整条河流最深的水域 人们在这里经常能看到 乌球龙蛇的身影 于是老乡撒下了鱼网 这次我们终于找到了 传说中的乌球龙蛇 然而接下来出现的情况 却让记者是料未及 哎 哎 好了 山月威鹅 俯瞰历史的沧桑 江山如画 郁郁灿烂的文明 特别节目江山多焦 正在播出 还没等专家仔细看清楚 它的相貌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种神秘的生物 就从老乡的手中溜走了 于是老乡继续在河中撒网捕捞 队员们的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 大家不知道 是否能够有幸再一次找到乌球龙蛇 有一条鱼 有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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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老乡将再次捕上来的乌球龙蛇牢牢困在网中 仔细观察之后 我们发现这种生物呈现为灰黑色 长度在35厘米左右 身形细长光滑 头部呈现出典型的缩形 与蛇的确有几分相似 稳步长有细长的结构 乌球龙蛇的身上 遍布着十分细小的鳞片和粘稠的液体 难怪他刚才能够轻易地从老乡手里逃脱 那么这种似鱼飞鱼 似蛇飞蛇的动物 究竟属于什么物种呢 经过查阅资料 专家认定 传说中的乌球龙蛇 学名叫做大刺丘 属卢形木 和我们常见的卢鱼是近亲 但是经过演化 它有着与蛇香类似的细长外形 以河水中的部分水草为食 专家告诉我们 大刺丘对生存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一般生活在水质清澈的洞穴中 夏季的平塘地区降雨风沸 大量的雨水渗入山体 汇入到地下暗河 使得暗河水位上涨 生活在洞穴中的大刺丘 很容易借着暗河的水势 游入地表的河道中 由于它们经常在洞穴内出没 只有雨量充沛的时节 才会出现在河道中 于是生活在平塘县的各族百姓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看到乌求龙蛇的身影 便将这种生物当作了可以给当地带来丰收的祥瑞生理 虽然发现了乌求龙蛇的真实身份 但是还有一点让专家解释不通 就是这种名叫大刺丘的鱼类 这种鱼类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可是平塘这个地方也属于苗岭的喀斯特地帽区 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地方 地下水里面的钙离子含量都比较高 水质条件应该说不适宜这种大刺丘 这种生物的生存 可是为什么偏偏这种洞穴生物 它就出现在了平塘呢 专家对整个平塘的地质状况考察之后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您看啊 这是平塘的一个山谷 我旁边的这个崖壁上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盐层交替出现 你看 这个灰白色的 这就是石灰岩 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 那是沙岩 沙岩经过水流侵蚀之后 可不像石灰岩那样就溶解了 而是会分解成大小不同的颗粒 当这些颗粒出现在地下暗河里的时候 就对河水起到了吸附和过滤的作用 经过过滤的河水 水质自然就清澈洁净了许多呀 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的乌球龙蛇 也就自然能在这里生存了 而这种石灰岩与沙岩同时存在的特点 正是苗岭乃至整个贵州 喀斯特区域的特别之处 贵州省东南部的黎平县 地处苗岭山脉与广西粤城岭 湖南雪丰山的过渡地带 这里群山环绕 物产丰饶 在与世隔绝的原始密林深处 千百年来生活着一个神秘而古老的部族 洞族 直到今天 洞族百姓都没有自己的文字 但他们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民族文化 赵兴村位于黎平县南部 整个村寨依山而建 寨中房屋临字至笔 密密麻麻 占满了整个山坳 站在高处远望 村寨沿着山谷蜿蜒微移 仿佛一艘巨船停泊在峡谷深处 走进村寨 记者发现 一条小河贯穿水中 百姓沿河而居 一股江南水乡的灵运之美 湖面而来 这时记者发现 寨子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每家每户门前 一种紫红到发黑 如绸缎般光滑发亮的布料 被垂挂起来 随风摇曳 俨然成了寨子里 一道独特的风景 听寨子里的人讲 这叫洞布 在黎平 制作洞布的习俗 至少流传了上千年 洞族妇女在村寨的后山上 采集一种名为马蓝的植物 用清水浸泡三至五天 在下适量石灰 泡制沉淀后 就可以提炼出 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染料 蓝电 白布经过浸染 晾干 蒸煮等数道工序 再赋以其他的植物汁液 最终被浸染成 透清而带红的颜色 再用牛皮熬成的浆 刷在布上 使布置硬挺不褪色 晾干后的布 用木锤反复锤打 直到洞布 被锤打得闪闪发亮 一匹凝聚了洞族妇女 千锤百炼精华的洞布 才算大功告成 洞族大姐陆乃伊帆 带我们来到她家 要专门给我们展示一下 她出嫁时穿过的衣服 这件嫁衣 陆乃伊帆除了结婚和重大节日 平时都不舍得穿 不过她却热情地告诉我们 记者可以穿上这件衣服 亲自体会一下 洞家人的手工记忆 换装完毕 你看我现在像不像是一个地道的洞族姑娘呢 穿上这个衣服啊 我才感觉到整个这个布料的感觉非常的舒服柔软 它这个料子啊 很像我们平时穿的那种麻料 很透气很软 照星寨美丽田径的自然风貌和流传千年的洞部制作工艺 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黎平的另一个村寨 唐安村 眼前的景象更是让我们感到震撼 造成 积攒了一夜的水汽 在阳光的蒸腾下 形成薄雾 缭绕在梯田上方 给这幅田园石般的画卷 增添了几分朦胧和妩媚 沿着山坡层级而上的田笼 大小规模整齐画一 宛若一块块绿色地毯镶嵌在山间 也许因为事业比较开阔 再加上景色宜人 唐安梯田成为黎平洞族百姓 原始农耕形态的典型代表 每年慕名来这里的观光者 络绎不询 梯田的出现 是因为平地的局限 农族百姓的居所又建在哪里呢 走到村口远望这个村子 我们发现农族的房屋 都是依山而建的 你看我身后就是一座山 从这个山腰开始 房屋是依次而下 错落有致的排列 而就在这个屋子的下面 就是大片大片的梯田 再看它的四周 全部是郁郁葱葱的森林 森林 村寨 农田 在这一方天地间 如此紧密地组合在一起 仿佛一部田园交响乐 让人感受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然而 面对这幅绝美的田园画卷 却让我们心生疑问 在喀斯特石墨画 平线的苗岭山脉 何以出现这样一派 山水田园风光呢 山岭 山岳危惑 此看历史的沧桑 江山如画 日日灿烂的文明 这一节目江山多焦 正在播出 这里是位于赵兴村西部 毗林村附近的一处田野 专家王恒松告诉我们 这处田野 恰恰是黎平地区 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后面这个就是碳酸盐盐 这块呢 是比较古老的 是沙叶盐 原来 石灰盐在黎平的分布 呈现一个特别的规律 从高屯到中潮 从永丛到毗林 形成两个总长约八十千米 宽约十五千米的条带状 其他区域全部是古老的沙岩 石灰盐的植被呢 是耐减的 它以灌虫为主 而在沙叶盐地区呢 土城深厚 以桥木为主 王教授进一步介绍说 黎平地区存在着一片较大的沙岩地层 赵兴村和唐安村 恰恰处在这片沙岩之上 所以这两个村寨 植物茂盛 贴贴满山 水资源丰富 那么 在石灰盐广泛分布的苗岭山脉 为什么会独独出现这样一块沙岩地层呢 对此 专家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原来 在距今约八亿年前 古中国大陆上 龙升抬起了一块新的地壳单元 地质学家称之为江南古路 江南古路的西北部 就是古云贵高原板块 黎平位于两块陆地的香蕉 后来 这两块古路被海水浸没 并开始沉积石灰盐层 到了距今约三亿年前 海水退去 在自然界的风雨侵蚀下 相对较薄的石灰盐层 逐渐风化殆尽 沙岩落露出来 而沉积在断裂带里的石灰盐 因为厚度大 没有被完全剥石而残留了下来 而黎平地区的沙岩地层 在地表被风化时间长达三亿年之久 土质极其过碎松软 空隙发育 含水丰富 因此自生了茂密的森林 而山间丰沛的水源 又滋养着洞族百姓的梯田 使他们能够过上风衣足食的生活 依靠着大山带来的便利 洞族百姓在这里耕作劳动 山间的各种植物 将传承了千年的洞物 浸染出瑰丽的色彩 生长在森林中的高大桥木 在能工桥匠的手中 变为了举世瞩目的洞族独木骨 千百年来 洞乡人在这里生产劳作 创建家园 直到今天 洞族百姓朴素的生活方式 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苗岭这道山脉虽然不长 但是却孕育出了种类丰富的地貌景观 养育着苗族 不依族 洞族 毛南族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百姓 可以说在苗岭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版图 西南地区亿万年来的海陆变迁 看到的是千百年来 各族百姓尊重自然 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 直到今天 这道山脉 不仅为从事地理地貌 古生物 古气候等学科研究的科学家们 提供着研究的样本 还为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6年9月25日 就在苗岭南路的贵州省平塘县 有着中国天眼之称的五百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 面对苍穹 睁开了慧眼 从那一刻开始 中国的科学家们便可以通过这只天眼 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信息 寻找暗物质 测定黑洞质量 甚至可以探索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壮美的山河大地 中国人才可以完成面对苍穹开天眼的壮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